我先介紹細胞骨架 細胞骨架是細胞裡頭的蛋白質 這些蛋白質它組合起來形成纖維狀或是管狀的一些構造 從最初最初的細胞骨架 最初的叫做微管 微管是由微管蛋白單元組合起來 就好像在排列積木一樣 它排列的規則 這樣子堆疊起來那邊微管就會越來越長 那微管的形成有一端是合成一端是分解 合成的地方在你的中心地中心體的地方 那在這個地方合成那邊管就會越來越長 在過端的地方它會分解 當它分解速度比合成速度快 它就會縮短 合成速度比分解速度快 它就會延長 所以它會形成很多東西 它會形成的 包含了它參與的東西 它參與的工作 譬如細胞分裂時候所形成的防錘絲 沒有防錘絲 原來防錘絲就是 就包含了防錘體 然後另外一個東西 基本上也是由這些圍管版來說 組成的 這個中心地 有一些成本屋其實那還蠻 只是文字描述上面的不確定 然後或者是它們用那樣子就打作有或是沒有 那是太在意字面上面的意義 所以有時候會這樣子希望你記住 就是我在描述動物跟植物對比的中心體 中心力的有無的時候 應該怎麼描述 植物有中心體 只是種植物的中心體裡頭沒有中心力 那有一些課本還堅持 它的中心體叫做所謂的 MTOC MTO就是 Mine Code 2 維管 OCO Time Center 維管組織中心 因為維管組織中心其實就是 中心體啊 是不是幹嘛那麼 沒有 那就是中心體嘛 所以 植物的中心體裡頭沒有中心力 所以在考試的時候 植物有中心體 因為它會從植物體來形成 維管 它會形成維水絲 那什麼樣子的生物 什麼樣子的構造 也跟中心體 中心力 維管有關呢 編毛 編毛也是由 維管的構造所形成的 但如果你看書看得比較仔細 他們講植物沒有中心力的 他講的是高等植物 到了什麼分高等地的 泰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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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裸子植物 裸子植物不泰滑 那是裸子植物的中心體裡頭沒有中心體裡頭 沒有中心體裡頭 有沒有維管樹 維管樹太大了 出一個重點 編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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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跟編毛有關 今天我這一顆植物的生殖細胞 如果有編毛 讓他一定有中心體 他一定有那些委婉的功長 那誰會有 那是一個很原始 比較原始的 絕類 絕類是 絕類要在很潮濕的地方 為什麼 他包子要在很潮濕的地方 因為他的有心生殖 他產生的東西叫 金細胞 金質 它是多邊毛的金質 可是開花植物跟裸子植物 裸子植物 裸子植物運送的東西 是用花粉 花粉飛過去 長出花痕罐 在花痕罐裡頭 有沒有的 叫做金細胞 金細胞沒有編毛 所以他不需要編毛 不需要編毛 弄很多中心體裡頭 他的中心裡頭沒有中心體 可是有編毛的 要在很潮濕的環境生長 那些植物 海險植物 蕨類植物 他們會有中心體 所以高等低等 基本上 那是一個不是很好的稱呼 只要看他很容易編毛 所以編毛其實 編毛在細胞內的基本構造 其實就是中心體的單元 然後他往外長出編毛的構造 所以就是尾管 尾管除了負責這些以外 尾管也會形成細胞內 跟包氣移動的軌道 跟包氣的移動有關 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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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車一個酒吧 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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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器 身體有的胖器 胖器 一些狼狀構造的胖器 它下方會有一些運動蛋白 運動蛋白長得真的很像腳 它會抓住尾管 它底下也會抓住尾管 然後沿著這個管子這樣自己動動 然後它就會運動 它真的會運動 所以有一些細胞裡從這種過道還蠻需要的 像你的神經細胞 神經細胞 細胞本體的地方 不斷地合成神經傳遞物質 那神經傳遞物質 並不只有細胞本體的地方就分泌出去 它必須要運動到神經的軸突 也是說像 假設控制你大腿 控制你腳的大鬍子 現在你可以讓你的右腳的大鬍子動一動 它會懂的 它的訊息能接收在哪裡 它訊息接收的位置在你的脊髓這一邊 這一顆細胞接收到了你叫它動的訊息 可是要動的訊息它要告訴你的肌肉 你的肌肉在哪裡 在你的腳板上 這裡一公尺多了 就一公尺吧 如果你的腿有一公尺長 那就一公尺多了 所以這裡的訊息的運動 神經細胞在你的腰 在你的脊髓內 它運送 運送了一公尺多 所以在這一根頂頭 其實就有大量的圍管 這裡有圍管 這裡製造出來的神經傳遞物質 神經傳遞物質在這裡製造 然後它要被運送 運送到這邊 分泌出去 才能影響你的肌肉 才能影響你的肌肉 叫你的肌肉收縮 所以你的腳的 這樣不是你剛剛可以讓它動 所以你身體細胞裡頭的物質的運輸 基本上它都需要在你的軌道 它不能只單純擴散 擴散要擴散到什麼時候 不行 大可以圍管 圍管 接下來中間直濕 中間直濕 客人裡頭的描述 中間直濕 描述的有點奇怪 中間直濕 中間濕 中間濕 或者是中間直濕 它是含有大量角質蛋白的一種濕狀構造 它主要的功能 它主要的功能是 固定我們的位置 固定細胞核的相對位置 你應該二年級就學過核膜是雙層膜 可是核膜的雙層膜 為什麼中間可以維持特定的寬度 為什麼不會那種核膜突然這裡 烘起來一包 怎麼又瘦下來 因為裡頭有大量的中間直濕 中間直濕是含有一些角質蛋白的一些構造 一些那種蛋白質 所以它可以維持細胞核的外型 它可以維持細胞核的位置 中間直濕主要分布的地方就是核的周圍 可以衍生出很多中間直濕 然後當這一顆細胞 將來會變成你的表皮細胞 角質化的細胞的這些細胞的時候 它慢慢的死亡 你從堆積的那些角質蛋白質 會變成你的角質 所以它就會變成變變的 所以正常的一般的細胞 應該是一個顆粒狀的細胞 然後慢慢的再往你的皮膚表面 所以切離的時候 它越來越薄越來越薄 然後最後死掉 然後剩下的就是那些中間直濕為主的角質 所以它就會變成你的角質 所以很遺膚的角質 那中間直濕除了固定核的位置以外 它還會固定兩個細胞之間的位置 所以它跟核的位置固定有關 跟細胞間的相對位置有關 我們在細胞內構造介紹完以後 我們介紹細胞跟細胞之間的聯繫 我們會看到這個 細胞間相對位置的位置 跟中間直濕也有關 最細最細的是維絲 維絲也是由單元大胎所形成 維絲 維絲它可以被核生 可以被分禁 它本身有收縮的能力 那基本上維絲就是你的肌肉裡頭的 所謂的肌動蛋白質絲 肌動蛋白質 它可以收縮 它可以收縮 那所以它參與你哪些事情 肌動蛋白參與你哪些事情 它參與了你細胞的 細胞膜型態的維絲 因為它主要分布在膜下方 所以細胞的形態 細胞外形 細胞分裂 動物細胞分裂 讓它的細胞裡頭兩個核都開來了 接下來如何讓它變成兩顆細胞 跟植物細胞不一樣 植物細胞是在中間形成細胞板 擋開來 動物細胞 動物細胞是中間的膜凹陷 那為什麼膜凹陷 因為維絲 維絲這樣子的一些細胞脂架 它會跟膜下方的這些膜上面的這些蛋白質 黏在一起 黏在一起 當它縮短 就會把膜往內拉 往內拉 當膜拉到往原線這樣之後 那些雙的離子就會融在一起 然後就會斷成兩顆細胞 所以細胞分裂 應該寫細胞直分裂 那細胞的運動 講細胞的運動 講細胞的運動 只能把褲給你 像你所知道的一些變形蟲 假設今天這裡有一隻變形蟲 這些維絲 維絲主要分布在膜的下方 它會形成所謂的冰膠質 它會形成一個膠狀 而且是比較固定的膠質 用來維持細胞外形 平常的細胞就是用這種東西 來維持細胞外形 所以細胞的維絲主要分布在下方 好 今天如果這一隻變形蟲 它突然發現這裡有一顆食物 怎麼辦 它為什麼可以延伸出維絲 把這一顆東西給包進來 它的胃 它的胃 它的胃當然有胃 它有點餓 有點餓 你教它怎麼做 因為底下是膠質 它會做一件事情 它會把維絲分解 維絲是可以被合成分解的 所以它會把靠近植物那裡磨下方的維絲分解 分解以後 這裡的膠狀的肚子就不是固定了 所以變成流動的膠質 接下來剩下的身體的部分 有一次縮短收縮 縮縮 縮縮 這裡就變小 所以這一邊收縮 身體變小 這裡變小 以後多出來的那些細胞質 往哪邊去 就是這些比較薄的地方 把它推出去 推出去以後 都是推出去把這些膜給 推出去 推出去以後 才在下方 重新合成那些維絲 所以慢慢的它就可以把它給整個 包覆起來 看看這邊也會有危險 蛤? 速度很快啊 因為維絲合成分解速度很快 所以你可以快樂 一下子這裡 細胞只延伸出來 一下子這裡延伸出來 再延伸幾次完整進來 所以它的速度很快 它唯一不能變的就是 細胞的種子量大小 或是我不能把這邊全部擠光 然後還沒到達 不行 所以它就是這樣子 慢慢慢慢的移動過去 好 所以 這邊上面衝 不然這邊也是衝 好 細胞骨架 這裡頭就要寫在細胞子裡頭 那細胞子裡頭 除了這些細胞骨架以外 還有很多的一些包器 包器我們介紹的主要是 一些背膜的構造 背膜的構造 背膜的他們比這些 應該還滿熟悉的